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生活版 姐姐抢走妹妹有钱男友 不久竟然又打起退堂 好啊那我还给你 你嫁她去 姐姐眼红妹妹婚后生活 设下圈套企图夺走妹夫 没想法一生冷笑 孩子都有了我开什么玩笑 阴谋败露姐姐使出杀手锏 一场征服大战 最终谁是赢家 冒名一嫁的姐妹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为虚荣姐姐要抢妹妹的老公 为财产兄弟俩展开生死大战 为赌婆丈夫与妻子偿还赌债 情感与法律并不是对立的 因为法律虽然维护的 恰恰的人民心中最基本善良女文情 8月10日至16日 法律讲堂资深主讲人 潘岳律师为您倾情讲述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北方的一座小山村里 梅家有两个女儿 姐姐梅小华 是十里八村最美丽的姑娘 相比之下妹妹梅小叶呢 相貌就比较普通 从小啊 这梅小叶就像绿叶一样 衬托着姐姐 由于年纪小 梅小叶衣服穿的是姐姐旧的 书包文具呢 也用的是姐姐用过的 没个鲜亮样 就愈发呢 显得不出众 美丽的梅小华 由于追求者众多 挑来挑去呢 就不小心挑到了22岁 这在当地啊 可就算是老姑娘了 别怕着急啊 可这梅小华却跟没事人一样 每天只管打扮的 水水灵灵的 东家西家的串门 小叶也18岁了 高中毕业呢 没上大学 在邻村的一个食品加工厂 找了一份工作 加工厂的老板姓顾 儿子呢 顾飞 21岁了 在厂里帮忙 没有了花枝招展的梅小华的阴影 这梅小叶也舒展开来 眼角梅烧的灵气 很快引起了顾飞的注意 两个人呢 悄悄的看了一次电影 隔了没几天 就是周末休息 顾飞呢 又提出送小叶回家 这是第一次有男孩子喜欢小叶 小叶又是激动 又是紧张 一路上这手心里都是汗 光顾着紧张和激动 这小叶呢 忘了一件大事 梅小华 顾飞呢 刚把小叶送到家门口 就遇到了正在在门口 桃树下的梅小华 看到小叶带个男孩子回来 梅小华先是一愣 然后甜甜的笑了 梅小华的这一笑啊 顾飞觉得魂都飞起来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的门 怎么坐到椅子上 眼睛啊 就盯着梅小华看 跟在后面的小叶知道 自己的初恋结束了 正像梅小叶担心的那样 从那一天起 顾飞便开始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跑到梅家来找梅小华 说来以外 原本谁也看不上的梅小华 竟然很快就和顾飞 好伤了 定亲的那天 梅小叶哭了整整一天 酒席都没有参加 定了亲 按照当地的习俗啊 一年之后就要举行婚礼了 南方热热闹闹的开始筹备起来 可这天有不测风云 2005年的秋天 眼看着还有两个月就要白酒了 这一场大火 把顾家的食品加工厂烧了个一干二斤 虽然万幸啊 人都没事 可是厂房设备都完了 银行是一大笔 没有还完的贷款 厂里四十多口子等着吃饭 老顾一下子被打得趴下了 刚刚二十二岁的顾飞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家里出事了 可这大喜的日子不能改 顾飞咬着牙来和梅家商量婚礼的事 可谁也没想到 这次梅小华去说什么也不答应 他说 当初选顾飞 是因为顾飞能够给他幸福的生活 现在顾家什么都没有了 嫁过去做什么呢 跟着吃苦吗 说什么也不能讲 梅家的父母急了 咱们家八辈子没做过这么悲心气意的事 定好的婚事 怎么能够因为南方家遭了这个灾 咱们就退婚 这以后在村里怎么能抬得起头来做人 你要是不嫁就打断你的腿 可是这梅小华又是哭又是闹 就是不听这一套 梅小叶劝小华 顾家是遭了灾了 可这嫁人毕竟嫁的是顾飞 顾飞人好 吃苦耐劳 日子以后会好起来 小华一听冷笑 好 这么好你怎么不嫁呀 你嫁呀 一听这话 小叶心里一酸 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怎么不嫁 当初要不是你 和顾飞结婚的就是我了 是你把顾飞从我手里抢走了 如果今天和顾飞结婚的是我 别说是顾家着了火 破了财 就是他顾飞瘸了瞎了 我也嫁 梅小华说 你说的好听 好啊 那我还给你 你嫁他去 小叶气得是浑身发抖 行 他顾飞要是愿意 我就嫁给他 看到两个女儿吵了起来 梅妈妈赶紧过来劝 近乎说 这结婚的时候还能这么换人 小华说 怎么不能 他不是说我抢了顾飞吗 那我还给他去 他那么伟大 让他嫁去 一盘啊 半天没说话的梅爸爸突然间一拍桌子 行了 别说了 小叶啊 你真的愿意嫁过去 梅小叶咬着嘴唇 我愿不愿意有什么用 顾飞喜欢的人不是我 父亲说 这个你不要管 你就说 你愿不愿意嫁给他吧 梅小叶一看父亲问得认真 点了点头 我愿意 第二天梅爸爸来到了顾家 表示啊 梅家愿意履行婚约 现在大女儿虽然不同意 但是小女儿梅小叶愿意带姐出嫁 如果顾家同意 婚礼照常举行 这一番话呀 说得顾家老两口眼睛湿润呢 这一样的父母养两样的女儿 这梅小叶虽然没有梅小华这么漂亮 可是在自己家的食品加工厂上班的时候 一直是踏踏实实 而且呢 她在这个档口居然愿意带姐出嫁 这更是难得 老顾对顾妃说 娶妻求淑女啊 现在小叶不嫌弃咱们家 愿意嫁过来 你的意思呢 此时顾妃的心里是悲喜交加 当初自己懵懵懂懂的喜欢梅小叶 可一遇到漂亮的梅小华 爱情的天平就完全倾斜了过去 但是她没想到 自己家里遭了灾 小华就翻了脸 反倒是小叶姑娘义无反顾的愿意嫁给自己 面对这样有情有义的女子 顾妃内心充满了愧疚 于是她坚定的点头表示 愿意去小叶为妻 顾妃和梅小叶的婚礼如期举行了 婚礼前的一个星期 两个人到镇里呢 办了结婚登记 梅小叶没到二十周岁 是拿着梅小华的身份证登的记 这一脸喜色的梅小叶啊 虽然没有梅小华漂亮 但是眼角眉梢倒是有五六分的相似 结婚证呢顺顺当当拿到了手 看着新房的大红喜字 梅小叶心里这个高兴啊 没想到顾家一场大火却成全了自己 就像做梦一样 自己成了顾妃的新娘 虽然结婚证上是梅小华的名字 可能照片是她梅小叶的 这签字按手印的也是她梅小叶 这拜天地入洞房的还是她梅小叶 顾妃是她的丈夫 这俗话说呀家和万事兴 结婚之后梅小叶和顾妃一块 起早贪黑的生活 县政府呢又帮助了顾家 向银行贷了款 四五年的光景 顾家不但恢复了旧貌 而且是更胜以往 这几年呢 梅小华的日子可却并不好过 由于年纪一天比一天大 再加上有着毁婚的风波 上门提亲的人是越来越少 眼看着到了26岁了 没办法 梅小华只好嫁给了邻村贩卖水果的王德胜 王德胜快30岁了 从十几岁呢就跟着村里人跑车运水果 十几年呢挣下了几十万的家业 可长相平常 性格内向 不爱说话 由于梅小叶已经用梅小华的身份证和顾妃登记结婚了 梅小华和王德胜登记的时候用的是梅小叶的身份证 梅小华婚后生活并不如意 王德胜天天在外面运水果 经常不在家 好容易回来了 和梅小华也没什么话说 嫌弃王德胜是个鱼木脑袋 梅小华常常往娘家跑 顾家的厂房着火之后 重建时 直接把原来的住宅全扩成了厂房 又在梅家旁边买了一块宅基地 盖了一栋二层楼 作为给顾妃和梅小叶的新房 回娘家的梅小华总能看到顾妃和梅小叶一块出来进去 看到被自己嫌弃的顾妃和妹妹梅小叶结婚后 居然过得这么幸福 再想想自己现在的生活 梅小华心里不平衡 凭什么呀 眼前这个英俊的男人 这栋二层小楼那间新盖的食品加工厂 这幸福的生活本来是应该属于自己的呀 为什么自己和那个木头人王德胜在一起生活呢 不行 他要把顾妃抢回来 一场大火顾妃终取小叶为妻 就像做梦一样 自己成了顾妃的心 幸福生活惹姐姐眼魂 她决定设计抢回顾妃 梅小华一生冷笑 孩子都有了 我开什么玩笑 姐姐的阴谋能否得逞 还有能否让顾妃回心转意 冒名异嫁的姐妹正在播出 从这以后啊 梅小华开始有意无意的接近顾妃 对于梅小华的暗示 顾妃不是不懂 可她怎么也无法忘记 这个女人当初的绝情 她不是初见梅小华时的毛头小伙子了 对于人生 对于爱情 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再美丽的面孔 如果配上丑陋的心灵 也还是丑陋的 怕妻子多心 对于梅小华的一切呢 顾妃没有和梅小叶说 可就是这个梅说呀 却埋下了祸端 2010年的春天 梅小叶得了一场重病 住了两个月的院 出院之后呢 身体也不太好 梅小华借机说 梅小叶需要照顾 搬进了梅小叶和顾妃的家 这小叶呢 从小不太讨姐姐的喜欢 这次看到梅小华 突然间这样关心自己 感激不已 只有顾妃心里 隐隐的觉得有点不安 这天夜里 顾妃在外面应酬 喝的是酩酊大醉 到家之后呢 一头就倒在了客厅的沙发上 睡着了 半夜醒来 顾妃吃惊的发现 自己居然是在梅小华的床上 旁边是睡得正熟的梅小华 吓得她赶紧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惊魂未定的顾妃 躺在床上不断的回忆 自己是怎么进的梅小华的房间呢 梅小华知道吗 她会不会拿着这件事情来做文章呢 一连几天顾妃都努力的躲避着梅小华 可令她感到奇怪的是 梅小华那边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一直没什么动静 说了好一阵子 就在顾妃以为一切都将过去的时候 却在一天晚上 她突然被梅小华在一楼给拦了下来 这一句话没说 梅小华就递给了顾妃一张 必超报告单 诊断的是妊娠十周 顾妃脑袋是嗡的一下 你这是什么意思 梅小华一笑 我什么意思 我还要问问你是什么意思 喝完酒跑到我房间 半夜里一句话没说就溜走了 你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有了 你有什么打算 你有了 顾妃糊涂了 那天自己是喝多了 确实进了梅小华的房间 但是自己并不记得两个人发生过什么 这再醉 人也不注意失忆吧 想到这顾妃摇摇头 那天我是喝多了 进错了房间 很不好意思 不过呢 我不记得咱们两个发生过什么事 你不要开玩笑 开玩笑 梅小华一声冷笑 孩子都有了 我开什么玩笑 顾妃 我们总算好过一场 当初悔恨呢 是我不好 现在我也知道错了 那天夜里你来找我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 我们重新开始吧 眼看着再说下去 就要吵醒楼上的梅小叶了 顾妃压低声音和梅小华说 一切都等明天再说 可没想到 第二天一早 顾妃前脚走 梅小华后脚 就把B超报告交给了梅小叶 当着梅小叶的面 梅小华是声泪俱下 他说他和顾妃呢是有感情的 当初他是一时糊涂不肯嫁给顾妃 现在两个人已经和好了 孩子都还上了 他希望梅小叶把顾妃还给他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 躺在病床上的梅小叶顿时觉得天旋逼转 险些晕了过去 事情很快就被两个家庭的老人知道了 惊慌之下 他们把梅小华 梅小叶和顾妃三个当事人找到了一起 让他们当面把事情说个清楚 当着两家老人的面 这顾妃是毫不含糊 我绝对没有做过对不起小叶的事情 我和小华呢已经结束了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那天晚上我确实喝多了酒 不知怎么进了小华的房间 但我们之间呢 什么事情也没有 我是不会离开小叶的 听到顾妃说的绝情啊 梅小华的脸色也变了 顾妃 你真的对我一点感情也没有 你就算对我没感情 你难道就不考虑我肚子里的孩子吗 你和小叶在一起也好几年了 都没有一男伴女的 你就不怕顾家无后 孩子 顾妃冷笑了一下 说你要是不说你怀孕 光说我酒后失德 我还也许真的会怀疑 我自己是不是糊里糊涂做了错事 可是你这一说孩子 这是绝无可能 实话告诉你 我一年前就被诊断 输精管阻塞 根本不可能自然受孕 我和小叶正计划等他身体好一点 去做试管婴儿呢 你说我那天晚上和你有了孩子 这可真是奇迹啊 一番话呀 说的梅小华脸上是一阵红一阵白 心里呢一通打鼓 那天晚上 顾妃半夜里回来 醉倒的客厅的沙发上 自己呢 记上心头 半拖半抱的 把醉得不省人事的顾妃呢 带到了自己的房间 本想来个生米做成熟饭 可没想到这顾妃怎么叫 也叫不醒 更可气的是 半夜里自己睡着了 顾妃居然偷偷的溜走了 都没给自己 创造一个让 梅小叶误会的机会 自己呢没办法 只好找人看了一张 假的必超诊断 本想浑水摸鱼 可没想到这顾妃居然 有这个毛病 这可真是 人算不如天算 心里虚 可这梅小华的脸上 不能表现出来 他话锋一转 好啊 你不认孩子可以 不过你可不能不认我 我可是你的合法妻子 你看 这是什么 姐姐设计 想与妹夫生你主人囚犯 不料怀孕假象被戳穿 人算不如天算 这顾妃居然有这个毛病 姐姐恼羞成怒 使出杀手血 自称她才是妹夫的合法妻子 你看看吧 你到底和谁结的婚 姐姐和妹夫的结婚证 是否有效 妹妹能否保住自己的婚姻 冒名异嫁的姐妹正在播出 说着她拿出了一个小红本 这是一本结婚证 打开结婚证 梅小华大声的宣读着 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予以登记 发给此证 姓名顾飞 姓名梅小华 说着梅小华把结婚证往顾飞的面前一扔 你看看吧 你到底和谁结的婚 梅小华的这一手 在场的人都弄懵了 半赏顾飞再想起来 这当初自己和梅小叶结婚的时候 由于小叶还没满二十周岁 当即用的是梅小华的身份证 可没想到这个结婚证居然被梅小华找到了 还有呢 梅小华接着说 这还有一份结婚证呢 不过这领证人呢 是梅小叶和王德胜 你们都不懂法吧 这结婚典礼不算数的 结婚证才是有效的 和顾飞登记的是我 我们才是合法夫妻 和梅小叶结婚的 是那个木头脑袋 王德胜 我的地方 梅小叶也占了好几年了 现在我们该各回本位了 说完这梅小华一摔门走了 扔下一屋子的人面面相去 原本只是为了办结婚登记方便 姐妹两人呢 互相用了对方的身份证 没想到 这几年之后 却引起了这么个轩然大波 难道真的是梅小华 才是顾飞的合法妻子 而梅小叶嫁的居然是王德胜 这起由于冒名办理结婚登记的纠纷 到底该如何处理呢 顾飞的第一个念头是离婚 第二天一早 顾飞进了城找到了律师 希望律师呢 想办法为他和梅小华办理离婚 可听了顾飞的叙述啊 律师却说 顾飞并不能起诉 要求和梅小华离婚 因为呢 顾飞并没有和梅小华结婚 在婚姻登记部门签字 和顾飞结婚的是梅小叶 而非梅小华 这顾飞呀只好接着问 那既然是这样 能不能起诉要求法院认定 这是无效婚姻呢 律师也说啊 这不可以 律师说 婚姻法所说的婚姻无效 是指婚姻实质上具有无效的情形 即婚姻法第十条规定的四种情形 第一种呢 是重婚的 第二种呢 是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第三种呢 是指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 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婚后呢 尚未治愈的 第四种呢 是未到法定的结婚年龄的 在今天的案件中呢 两个人结婚时 梅小叶虽然没有达到结婚年龄 但是梅小叶现在已经满22岁了 两个人的婚姻呢 并不存在实质无效的理由 而且呢 本案呢 还不具备可撤销的情形 因为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 因为胁迫而结婚的 受胁迫的一方呢 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 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这申请无效也不行 撤销也不行 那明明去登记的是梅小叶 登记的身份却是梅小华 这冒名办理结婚登记 这不是登记机关的错误吗 他就没有责任 自己主动纠正吗 律师说呀 这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啊 这也是行不通的 婚姻登记工作 攒刑规范第四十六条规定啊 除了受胁迫结婚的之外呢 其他的理由 婚姻登记机关呢 是不能够主动撤销的 这到底该怎么解决呢 律师告诉顾飞啊 婚姻登记行为 是一项具体行政行为 根据婚姻登记条例 第七条的规定 婚姻登记机关 应当对婚姻登记当事人 出具的证捷证明材料 进行审查 并询问呢 相关情况 对当事人符合结婚条件的 应当当场予以登记 发给结婚证 在今天的案件中呢 顾飞和美小叶 办理结婚登记时 冒用了美小华的身份证 导致申请登记 和办理结婚登记的当事人 与登记证所载名的当事人不符 婚姻登记机关 未能查明 导致登记错误 该发证行为 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57条第二款的规定 由于备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但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的 人民法院应当做出 确认备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或者无效的判决 同理 美小叶和王德胜的结婚登记 也应当被认定为无效 听了律师的话呀 顾飞仿佛在层层乌云中 见到了一缕阳光 他马上委托律师代表自己 和美小叶呢 分别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官司打得很顺利 很快呢 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 在顾飞起诉民政局的 这一点案件中呢 判决书认定 美小叶冒充美小华的名义 与顾飞呢 进行登记 造成了婚姻登记的主体 与实际的婚姻生活主体不服 美小叶本身呢 有一定过错 同时呢 婚姻登记机关呢 对这件事呢 也存在着审查不严的问题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答 第57条 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 判决民政局为顾飞和美小叶的 结婚登记 以及所颁发的结婚证 无效 在美小叶诉民政局一案中呢 人民法院也以同样的理由认定 民政局为王德胜和美小叶的结婚登记 以及呢 办理的结婚证 是无效的 看到判决呀 美小华整个人都傻了 为了征回顾飞 他可算是机关算尽 委屈求全的住到了顾飞的家里 假装要照顾美小叶 其实呢 是要创造机会 这把酒醉的顾飞呢 从客厅拖到了自己的房间 本是想制造这种私通的假象 这拿出呢 假诊断冒充怀孕 再用两本结婚证给他们致命的一击 这一步一步的 自己设计的多么好啊 这怎么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站在街上 美小华心里一片茫然 她不知道该往哪儿去 回娘家吗 自己做出了这么丢人的事 父母怎么能再接受自己呢 茫然间 美小华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她的账 王德胜 梅小华仿佛是溺水的人 抓到了一根稻草 对呀 自己还有王德胜呢 虽然自从出了这件事 她就再也没回去过 没见过王德胜 可是王德胜也没跳出来 和她梅小华过不去呀 能做到这一点 证明啊 她对自己还是有感情的 想到这儿 梅小华不禁加快了脚步 她希望马上回到丈夫身边 在她的怀里痛哭一场 她想告诉她 自己知道错了 不应该去抢人家的丈夫 应当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 家里的大院门虚掩着 梅小华推开了门 王德胜就坐在正屋里 看到梅小华进来 王德胜站起来点了点头 来了 梅小华刚要扑过去 却见王德胜从旁边 拿出了一个皮箱递了过来 这是你的东西 梅小华愣住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王德胜说 法院已经判决婚姻登记无效了 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 我知道你这些年一直不喜欢我 你现在自由了 去找你喜欢的人吧 最后的避风港都不愿意再收留自己 梅小华崩溃了 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痛哭 她怎么也不明白 自己的命为什么这么苦 为什么像她这么美丽的女人 却不能得到幸福 两个月后 梅小叶和顾飞又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 庆祝他们终于领到了属于自己的结婚证 在酒席上 顾飞高兴的宣布了一个秘密 试管婴儿的尝试非常成功 植入的陪她已经在梅小叶的体内成活了 很快他们就要做爸爸妈妈了 这个聚会梅小华没有参加 她离开了老家去了外地 她想去外面找找看 有没有属于她的幸福 我们祝愿她能够找到 但我们更想告诉梅小华一句话 女人的美不只是外表 更重要的是心灵 幸福的果实要依靠善良来浇灌 欺骗与背叛只能收获不幸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让别人来欺负你老婆 你个畜生 再欠赌债 丈夫日记重演 妻子愤怒一刀 砍出命案 杨小刺 举着菜刀就是一顿挥舞 债主法庭变称并未犯罪 受害妻子遭起诉 能否讨回公道 逼妻还债 送了命 明日播出